後來鄉親的新聞一開始來看 古早熟義在說 飼鳥是鴿鴿鴿鴿 不過在外面當中 中興開門後 又連抓到中世憲憲 中間200元秋冬和 原警安裝槌就找不到 鴿鴿鴿鴿的中逆 這個時候 一隻鳥居然遭到城口門口 奇怪的總控也迎來 警方注意 警方表示 56歲中世憲憲因為 遺度平安被通緝 這是警方在港長來 怎麼找人就是找不到人 最後也是尋找到 奇怪的行為讓警方抓到人 原警到現場埋伏的時候 就發現他所養的一隻貓 就在門外 有在抓門的情形 那我們就這樣認定 他應該是主人會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在外面埋伏 就順利有查獲他 警方调查此出 中生嫌犯是一件化工伤的富士林 不过每个月开在买特品的金额就高达20万 吃董也让他的身体越来越败 最后警方不能顺利抓到人 也在现场找出157公斤的海洛因 大中华新闻中西朗中华 蔡芳博德